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很高兴进行第一场对谈的演讲 请到我的好朋友中岛京子小姐 来自日本的 我和中岛京子小姐是在2009年的时候 去到美国爱河华 参加一个国际写作计划的时候 是认识的 当时已经读到她的小说的一些选段 翻译成英文的选段 亦都大家很多的交流 接着各自回到自己的地方 中岛京子小姐也很热心地向日本推介 她所认识到的世界各国的作家 其中促成了我的小说《逆成日文》 其中出了一部书 就是《地图集》 由中岛小姐和一个著名的 日本的中国文学学者 《藤井省三先生》 将我的《地图集》 逆成日文版出版 我也很高兴 看到中岛小姐 2010年获奖的作品《小房子》 第一就是改編成为电影 我相信在座很多朋友 应该都欣赏过这个电影 也同时有她的小说中文版的翻译 大家手上也应该会有 所以这个真是相当之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大家如果透过小说和电影 也都对中岛小姐有一定的认识 这样的话就可以相得益彰 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就比较严肃了一点 叫做《行动生活、文学与现实世界》 这个题目是我定的 所以有点难为了中岛小姐 要呼应我这个题目 但是其实是我定的这个题目 以至于请她来跟我对谈 都是觉得因为她的这部作品 特别是 当然其他都可能是 但特别是这部作品《小房子》 也都有这个面向 就是作为文学的创作 如何回应社会的现实呢? 所以我觉得应该都是一个 适合我们一起去谈的题目 关于我自己这个部分有广告的 所以在座的朋友如果想重温 又或者如果不是听得太明白广东话的 可以在演讲之后上去书展的网页 其中在最新消息那一栏 就有一个年度作家的专页 那一页底下就会有三个活动的资料 在这个活动资料下面就有一项就是 就是讲词下载 那就是第一次 就是星期四的讲词已经放在上面了 那这次当然就是完结了才会放上去 那所以大家也不要现在去搜索 打算一路看一路听了 那所以就尽量听了好吗? 那听不太懂广东话的读者在这边 我的这个部分的演讲的文本 会在这个演讲圆节之后放在书展的网页上 就是在年度作家的专页上 在里面的讲座资料后面应该有一个链接 就是讲词下载这样子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到那边去看 好了那事不宜迟了 那我开始讲我的部分 那今天就是这样 我先讲我的内容 然后中道小姐又会讲她的部分 那然后呢看一下我们有什么再谈 又或者是开放给台下也可以 没问题 那当然了之后的问题 不需要一定关于今天这个题目的 那就是任何关于中道小姐 或者我的作品那些问题 都是很欢迎的 好 那在第一场的演讲里面 我已经简介过这三个题目的构思 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行动生活 那这个词我想有两层的意思 比较广义的层次就是它可以 它可以繁止一般的 和所谓的默想生活 或者是精神生活是相对相反的 属于是世俗生活里面的各种的行为 这些行为呢包括是劳动 製作一些物品 又或者是进行一些公共的事务 不过根据呢 阿伦特一个当代 现代的犹太裔思想家的分发 他就认为行动生活 是特定指在公共的领域 或者在政治的犯罪里面所做的事情 那所以它的性质和意义 跟劳动和制作是有分别的 所以在这个题目下面 可能也都难免会碰到政治这一样东西 不过呢为了避免这个讨论变得太过狹窄 那所以呢我在这个讲题里面 也都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概念 就是所谓的现实世界这一样东西 那这个现实世界 也都是和下一个演讲 就是明天和黄碧云演讲 一起对谈 里面的关于精神世界这个题目 是有一个对照 我邀请钟岛小姐 作为今次的对谈的嘉宾 是因为她在她的得奖 得到植木奖的小说 小房子里面 是表现出对于现实世界的高度的重构的能力 和一种深思熟虑的判断力 而且她是用了很巧妙的文学形式 引领读者去参与这个判断的过程 我曾经也都在报纸上面 小房子和她的电影改编也都写过文章 所以这里就不详细再分析了 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 当中看到小说的创作 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 彼此也很有张力 和可能互相牵制 小房子我们看到表面上 是处理过去的现实 就是关于日本社会 日本历史里面 在二战之前 以至到二战时期 以至到今天 整个历史进程的故事 所以可以说 里面处理了的是历史 这一件事 但是我觉得作家所面对的 都同时是当下的现实 也就是她自己身处的时代 所以小房子 其实不单止是关于过去的日本 也都是关于今天 以至于未来的日本 我们也看到小房子 在一零年出版和获奖至今 可能在日本的社会 或者是政治各方面 也都出现了一些变化 而我们反观香港的情况 我们大家都知道 也都面对着很多的困难 所以可能大家都有一些关怀 甚至是忧心的地方 在最近一次访问里面 有一个采访者就问我 他说你在九七之前 写小说和今天写小说 有没有分别 我当时没有想得很清楚 凭直觉觉得 那时写小说好像容易很多 今天写小说 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有点难 然后回想清楚的时候 其实可能当中写小说 是特定关于写香港 即是九七或者之前之后 刚刚写香港 我当时写一个叫做V成系列 包括地图集 《梦华六》 《梦华六》 那几本书 那时候是发挥得很容易 即是天马行空 可以很挥洒地想象 香港的未来 所以我想写小说 在这里可能我回答是 写香港或者以小说的形式 去写香港 那为什么九七之前 会觉得轻松一点呢 当年对于现实的未来 可能会觉得有很多样的可能性 很多东西还未很具体地承认 所以想象力也没有受到束缚 但是到今天 有个感觉就是可能性 是大大地缩小了 想象力因此也都好像比 越来越变得狹窄的现实 在挤压着 那所以小说 要么就是臣服于现实的要求 要么就索性脱离现实 要么就承认失败 自我宗旨 即是不扯了 所以我前所未有的感觉到 现实施加于小说的压力 这并不是说 涵义的什么政治打压 或者言论自由这个问题 至少现在 在香港这个时期 写作没有受到什么直接的压力 亦然可以畅所欲言 所以我觉得 那个所谓的困难 是显现在小说 对于现实的责任上面 文学和现实的关系 历来有很多种的说法 大家都应该听过 最常见的就是说 文学是反映现实 是吧 那就是说 文学好像一面镜 是可以很客观 很准确 就将现实的状况 反映出来 那这个是传统的 写实主义的作品 的一个观点 那另外有一种 比较介入的说法 就是文学是批判现实 所以假设了作者的观点 是和现实里面 某些主流的观点 权威性的观点 是不同的 所以他可以用一个 更高的姿态 去展示 然后展示现实 然后去批判现实的问题 甚至是导致去影响 和改变现实 那也有些说法 是将焦点放在作品本身 那就认为 文学是有一种虚构的作用 那所以文学是 建构现实 即构造一种现实出来 将现实塑造成 某种的模样 那当然要构造一个现实出来 可能都会包含 对于已经有的现实的不满 是不是 如果不是 就不用构造第二个现实出来 是吧 那我个人就会倾向一个想法 就是文学 是回应现实的说法 这个说法 是来自俄国的一个文学理论家 巴克金 那他提出了 就是艺术有一种 就是这些理论术语 叫做回应声 就是一种回应的特性 那因为回应这个词 如果英文就是 如果英文就是 response 是吧 有一个反应 有一个回应 那而英文这个词 也都延伸着 就是责任 responsibility 那所以这些词的相关性 其实都很有意味 那问题就是 当现实出现了某种封闭性的时候 又或者我们说现实的可能性 在那儿减小 又或者事态变成很极端的时候 文学的回应 也都会受到很大的弱速 作品的逻辑性 说服力 也都会受到很大的考验 因为责任的重担 会变得更加严苛 令到更不容许 抢象力的随意发挥 举个文学史上的例子 就是中文的 中国的现代文学当中 或者香港文学的发展里面 都是 我们看到如果有些文学史 或者文学作品的整理 如果我们通常会区分出一个 叫抗战时期 就是二次大战 抗战时期的文学 我们会看到抗战时期的文学 往往好像是比较 比较单一 是吧 会觉得文学性会比较低了很多 突然间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悲伤的时期之下 所有的作家 都被这个现实去要求 是吧 去站在一个立场 就是去抵抗 所以 因此也可能令到文学的发挥和想象 就没有了很多的空间 所以这个是很微妙的现实和文学的关系 那 这种严格的要求 往往当然是涉及政治或者道德的课题 如果那件事的是非是越大 对错越分明的话 想象的可能性就会越小 我们不要说到战争 就算是在社会上 发生一些巨大的道德争议的事件的时候 这些事件是很难用文学去处理 因为里面的对错判别已经太明显了 是吧? 这些事件的惨案都可以作为一些 卖钱的工具 但是对一个文学家来说 如果他要处理这个题材 事实上他是会感到巨大的束缚 因为事情的对错 是吧? 对于某些人的伤害 是相当之严重 究竟我们还可不可以 那么随意去挥洒 去想象这种题材呢? 那所以呢 这一个亦都是 为什么舆论用政治正确性去要求一些作家的时候 就会令到一些不甘被简化 或者是很讨厌姿态的作家 是会感到困扰 甚至是发火 在文学这个 现在日渐变得边缘化的这种活动 如果每当在媒体上 得到很罕有的曝光的话 我们会见到 总是被一些政治 而不是艺术的眼光 所去考量它 这个特别会出现在非西方 非第一世界的文学 即是少数的文学的身上 所以呢 于是这些感到被政治正确性欺压的作家 他们往往就会发出文学是和政治无关的 这种的大声疾呼 我们见到很早 譬如高行健 已经很强调这一件事 后来到莫言 都是很强调这一件事 就是文学和政治是完全不同的 绝无关系 千万不要把他拉在一起来说 但是这种非政治化的反弹 和泛政治化的解读 可能同样都是站不住脚 文学绝对不等同于政治 也不服务于政治 但是他也不可能和政治无关的 因为如果我们认同文学是对世界的回应 文学必然是要回应现实的话 那世界上 照计是没有任何会和文学无关的事情 文学和爱情有关 文学和犯罪有关 文学和任何社会的题材有关 文学和自我内在的精神生活有关 文学自必然也不可能和政治完全无关 因为政治也是世界上的事情其中一个范畴 所以我觉得与其作一种不可能和不合理的切割 就是说是无关的 那不如反客为主 试试扭转一个从政治的观点去谈文学 这个习惯 试试可不可以用文学的观点去看政治 当然这个都相当困难 那我试试举一些例子 在个人生活上面最远离政治的日本作家 村上春树身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他尝试用文学去讲政治的示范 关于政治的质试 村上春树用了一个文学性的方法去回答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广为流传的就是所谓鸡蛋和高长的一个比喻 他用一个比喻去回答 这个都是文学性的方式 不直接讲政治立场 鸡蛋和高长 是吗? 一个比喻 这个已经是大家都家于胡晓了 这个模拟是一个作家的一种很鲜明直接的表达 但是这个表达也都会是相当简化 它是很适合去表达一种的态度或者立场 但是对于具体的情况的了解或者分析 可能是作用不大 甚至如果简化了的话 也都会扼杀了很多事情的多种的可能性 抹除了一些更加有创造力的想法 事实上 譬如我们想一下鸡蛋 本身其实都不是很适合去投资的 而出现高长的话 是不是又必须要去碰撞它呢? 我们可以就鸡蛋和高长这两种东西 发挥多一点的想象力 看看有什么其他的可能的诠释 例如我们说鸡蛋可以枯化成很多的小鸡 小鸡长大又再生鸡蛋 那便凡显了一些很壮大的反对的力量 那为什么不做 为什么要拿鸡蛋去拧拌它呢? 是吧? 高长这个理解也是 我们将高长视为一个障碍 当然 但有时一幅墙都可以相反 是对我们的一个屏障 一个保护网 如果我们假设 高长是弱触了我们的行为 但是在墙墙另一边有只怪兽 我们就很心急 要推倒墙墙 那只怪兽很容易就进来了 所以有些时候 墙这件事 或者一定程度上 都可以有些作用 所以怎么说都好 我觉得墙和鸡蛋 其实是一些变动的异常 在不同的情况 应该有不同的理解 而不是变成一个很简化的 对立的概念 但是我们说村上春树这个回答 事实上都没有为文学取回一个主动性 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 其实一个作家可能更加 是只能够以自己的作品去回答 而不是以一些直接的说话去回答 那我们可以看看村上春树的小说 作品如何去回应政治 我曾经也写过文章 譬如就他的近作 1Q84去说 我们会发现 与其说村上春树是站在鸡蛋的一方 不如就说他站在空气涌的一方 空气涌,大家有没有看过1Q84? 里面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就是他不知怎样 好像蝴蝶那些幼蟲的蚱蟲 是会弄一些丝出来 弄一个个叫空气涌的问题 这个异象其实是很神奇的 我觉得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里面这个空气涌 是一个写作本身的隐喻 就是写作就好像弄一个涌出来 是一种无中生有的编辑方法 会表现出一种神奇的创造力 但是他当中的核心可能是什么都没有的 那这一个是跟孕育生命的鸡蛋 是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比喻 所以我们觉得村上的小说 当然肯定是会触及政治的 比如他写到的一些邪教教派的问题 背后也会牵涉到国家主义的阴影 这些东西 相当之现实性 但是呢 村上拒绝留在政治的范畴里面 去谈论政治 相反呢 其实他是采取一个极端的 不同的极端的位置 就是用一种完全不妥协的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去抗衡这一样的 所以呢 村上的小说排除了真正的政治性 社会性和公共性 非常之頑强地去守住了个人的想象力的界线 也就是他用空气涌去比喻的这个制作的原理 那当然呢 那又不是说村上春树式的个人主义 或者是意识主体的那种自由 是抵抗文学政治化的唯一的选行的 就算是另一些呢 他相反的例子 一些好像比较积极地介入政治现实的作家 他们其实也不一定会让文学是臣服于政治的 他们比如说 好像举个例子 葡萄牙的小说家 薩拉玛国 他有很著名的小说 《盲目》 大家不知道有看过 有电影又有剧场 在《盲目》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小说很明显是一个政治的语言 他在批判现代文明和国家体制的同时 也没有牺牲文学的主体性 除了小说本身的文学性 比如说他里面展现的高度的想像力 又或者是很纯属的对于语言的把握 薩拉玛国 你也没有忘记把文学放置在他这个语言的核心里面 我们看看故事里面的一个设计 有一帮主角的群体 他们全个市 这个故事就是说 有一个怪病 突然间有一个失明的病 蔓延在城市里出现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感染到 然后到最后 几乎所有人都看不到 那些人在开始的时候 被政府困在一个 旧的精神病院里面 去隔离他们 因为发生了一个可怕的疫症 后来这帮其中 他描绘的一群主角 不止一个的 是有十个人左右 一个小的群体 他们互相扶持 他们就从这个隔离病院逃了出来 经历了很多种的痛苦和灾难之后 最后就去到其中一个人的家 旧屋那里 安顿了下来 安顿下来之后 很多象征性的事情 比如说下了一场大雨 他们就冲干净他们的身体 是吧? 好像敌剩了他们 然后他们就围在这个房间里面 聆听其中一位主角 是医生的太太 帮他们去朗读书本 那为什么他可以朗读呢? 就是因为这个故事 也很奇怪的设置 就是所有人都盲了 但有一个人是没有盲到的 就是一位医生的太太 所以医生的太太 是一个目击者 也是整件事去带领他们 帮助他们的一个人 那在这里呢 他们做了一件事 很重要的这件事 很有意味 就是大家围在一起 既然是盲人看不到 又如何? 听朗读 语言和书本的力量 奇怪的就是 在朗读发生之后 大概过了一晚 其中一个人 突然间就看到东西 然后慢慢慢慢 每个人就可以看到东西 所以朗读的意味 是相当之有意思的 在这里 所以我们看到是书本 是语言 和文学 带来了救赎 而不是政治的行动 那当然了 这个互相扶持 共度患难的小群体 其实也可以视为 某种理想的政治社群的模型 是吧? 所以我们说 每个人在这里表现出 又一定是不同意 一种个人主义的方式 它是主张一种群体的共生 或者是协同的方式 但是这个共生 和协同抵抗的方式 是源自什么? 是源自文学想像的分享 另一个例子是 《大光见三落》 亦都是日本的小说家 今天多些用日本的例子 和撒拉玛国相当之相似 他亦都是一位 十分关心政治现实的小说家 大家应该知道了 他将文学和阅读 亦都是注放在 他的小说的核心 一直都是他的 特别的创作的手法 来的 在《大光的晚期》 有一个作品叫做 《再见我的书》里面 亦都同样看到 书本这件事变成了焦点 是吧? 刚才我们说的 《撒拉玛国》的小说 中间是书发挥了这个作用 在《大光见三落》这本小说里面 亦都是以书为核心 不过他用了一个不同的角色 在《撒拉玛国》的小说里面 书本是扮演了一个 旧熟的启蒙和旧熟的角色 但是在《大光的作品》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题目 就是书本是一样要告别的东西 为什么一个作家要告别他自己的书本 我们都会问 我们又看到在《撒拉玛国》里面 书本是令人回忆了一种创世 一种重生的意味 但在《大光见三郎》这个小说里面 他对书的告别 好像是有一种 在预言某种灾难 或者是末日的来临的感觉 他这本书是很大胆的 里面是假设一个著名的老作家 其实有一些自放的意味 类似他自己本人的一个作家 著名的老作家 他半被逼半自愿参与了一场恐怖活动 就是有些人计划用炸弹 高度的特别的设计 去炸毁东京都里面的一座 非常之重要的建筑物 但是又同时去安排这个著名作家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 上到电视去呼吁大家疏散 所以期望造成一个大爆炸 但是又不会有人伤亡的一个事故 震撼性的事故 但就算有没有人伤亡都好 都是一个恐怖襲击 这个作家 自愿和半自愿 又或者因为参与罪行被捕 以后不能够再写书 又或者是因为做了这样的事 道德破产 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作家的资格 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 就是展示出暴力的行为 对于语言、写作和文学 是一种彻底的摧毁力 由此可见 书和炸弹 文学和暴力是互不相容 而暴力也都令到政治行动的 失去了一个正当性 所以大光剑三郎 是用一种反面的方式 去维护了文学的尊严 也都提出了文学对于政治的意义 就是非暴力 这个观点 所以以文学作为主体 究竟可以对于政治 或者是广义的现实世界 发生什么的作用 是一个很复杂 很难回答的问题 如果政治的领域主要的构成 是行动的话 文学可不可以用行动的方式 去参与这些政治的实践 当然广义这样说 作家的书写的确是一个行为 我们怎么知道要做些事情 我们不是坐在那里 原来那本书就会变魔术的出现 对于我们变魔术 我们变都是行为 就是无可避免都是一个行为 所以有些人会说 你写就是行动 所以作品又要出版 又要流通 又要有人读 很多活动在中间 那应该是行动 因为你写和不写 本身都有一个 你是否采取行动的分别 所以在这样的角度下 好像是有一种行动在里面 但是如果我们是珍惜语言的区别力 就是意义的分辨的能力的话 或者我们应该对于用词 是更加严格一些的 所以严格来说 我认为写作不能够算是一种行动 我会认同阿伦特的说法 就是写作是属于作品 或者是制作的范畴 就是制作一个作品 或者物品出来 所以它是不算是直接的行动 就不同的文体来说 当然有些性质的差别 我们看到诗歌 是有时候很多时候可以 直书空翼 是吧 言致 将自己的情感直接表达 所以好像是比较接近行动 而事实上 亦都很多时候 在政治行动的现场 我们会见到很多的 诗歌的混用 创作 朗读 唱歌 这些这样 所以有少少比较近 但是用和它比较的话 写作和传达是比较不方便的小说 这种东西 很明显就没有了这种行动的条件 而小说的本质 包括它的虚构性 它的多声度 多观点的特征 又或者是作为一个世界的结构 都是令到小说和现实的距离拉开了 保持比较远的距离 所以小说我觉得也不是一种直接的行动 可能在这么多种艺术 和语言有关的艺术形式当中 戏剧会比较接近 是一种行动式的艺术 所以文学只能够 是以作品或者是语言的制造物的方式 去回应 现实世界的种种的事情 当中当然包括政治 我在上次的演讲也提到两个想法 就是小说作为世界的模型 和文学作为给世界的礼物 两个的看法 前者可以理解为 就是一种小说是语言的建筑物 一间屋这样 读者是进入其中 走进去 然后他就会按照作者的设置 那个屋 那个布置 去进行一个体验 甚至可以居住在里面 一段时间 进行某种的想象的生活的空间 那无论是建筑物 或者是礼物都好 那都是相对于是一些静态的 特定有了一个具体形态的一个制作物 所以他肯定是没有行动那种即时 而且很实际的改变现实的能力 但是他亦都可以因此 是有一个后见之明 因为他比较慢 比较不是牵涉在一个当下的行动当中 所以这个后见之明可能会被行动 看得更加深刻或者全面 又或者他会在世界上流传得比较长的时间 因此如果可能的话 他的影响或者会更加长远 不过最大的不同就是 行动是必须有目标和实效的 虽然很多时候是不能够达到 但是文学作为一种制作物的话 他不讲目标或者实效 他讲求的是什么 是意义和价值 所以我这样总结 文学是有知而无用的 知可以探知一些 但是他是无用的 往往是冷静 但是亦都无奈 而行动是有用 但是可能是无知 或者某种认知方面有蒙蔽 所以会是热情 但是盲目 当然 文学和行动的关系 究竟是互相捕捉 互相排斥 其实也不是短短 在这里可以说得清楚 但是也希望打开这个题目的讨论 以至于 待会也会听一下中道小姐 就他的理解去发挥 还有另外关于行动 现实的相反 或者另一面 所谓默想生活精神世界 这个话题 亦都会在明天的另一场演讲里面 延续的 我讲的暂时是这么多 我叫张道庆子 相信大家都在第一次见面 我是写了一本小说小房子 台湾那边我也是写了另一本小说 那本的日文的意思 那个题目就叫做 Habu te to run 好像魔法的囚语那样的 但台湾一定会很开心 这是一本书来的 给小朋友看的 所以我就今次 今年很幸运 参与了 这本书来的 就是说战 和Arthur of the year 令到小说家 俗家 就是我的好朋友 董启昌先生 所以我就得到 书前方面的邀请 就来了 很幸运 参与了这个书前 今天也是 启昌先生 给了一个机会 和他有一个交流的会 刚才启昌先生 也说了 启昌先生 启昌先生 和我 在美国那边 就是认识的 之后 我们也变成了 很好的朋友 其实我两个人见面的时候 没有什么认真 大家都是说笑 说笑 这种关系 所以今次 来到这种严肃的场面 就是第一次 大家都是同彩 这种严肃的场面 以及身为小说家 大家都是小说家 不过大家写的书 那个风格都完全不同 我没有启昌 社会的风格 就没有这么深恶 没有这么严肃 不过 我们私底下 是非常好朋友 而且今天 就和最终的 很多朋友面前 大家一起交流 聊天 得到这种机会 我就非常开心 首先 首先 在这个阻担会 分享会的态度 行动生活 文学与现实世界 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觉得 也有点感觉 文学 不过 我写的那些是 词书 小说 小说是虚求 其实 有我写出来的 其实我的工作 也是很像 跟人说话 这样的性质 不过 这些虚求 说话 和现实的社会 之中的关系 这些态度 他们告诉我们 之后 我们在俄罗里面 都立刻 放弃了一些 小小的科幻 这种感觉 我听到 收到这个态度的时候 我就想起 董锦璋先生的小说 立刻想起他的小说 刚才 启章先生 也说过 我很幸运 替启章先生的 地道集 这本书 是和东京大学的 唐靖先生 一起翻译 在那边出版的 其中 这本书 也有很多 短片 其中一篇 的文章 是 族家想象到的 变成现实的恐怖性 他就写了 有关关系 这方面的 我真的想起了 这件事 这是 日本人的族家 在 小朋友的时代 他就 好像玩 打仗 游戏 这样 就 画了 画出来 那个人 因为他是 小朋友的 关系 他就没有经过 特别的思考 写了 打仗的画 不过 画出来的画 跟现实的 香港 很相似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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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族家 来说 就是他想象的世界 变成现实世界的时候 就是 很恐怖 就是 现实和 虚構 现实 模仿虚構 其实 不是虚構 模仿现实 不是虚構 模仿现实 现实 在不见不觉之间 就模仿了 虚構 这些 恐怖的故事 我想说 加拿大方面的 女性族家 Margaret Atwood Margaret Atwood 应该这样发音的 是 这位是 加拿大那边的 女性族家 我很欣赏她的族品 她就是 SF 或者是 语言 语话 或者是 好玩 她写这些小话说 她往往 变成了 现实 之前的恐怖故事 她的近未来小说里面 有一个 这些 食人 因为被人吃 就是 他们 養了一些 摩头的鸡 因为那些鸡的头 我们就不吃了 所以 迷了人类方面 就是在養了一些 摩头的鸡 原来 这段时间 我在报纸 看到 听到一些 很厉害的鸡 鸡 其实 和这个故事 一模一样 那时候 我也是 经过 一些 DNA 的 创属 之中 我们 其实 在食物里面 也有很多 不同的 物体 所以 之前的 词环 里面 的故事 现在越来越接近现实 如果 有时间 就 一会儿 想拯救 启章 和启章先生 这么久的 族家生活 里面 不知道有没有这些 类似的经验 即是自己 他写出来的 故事 后来 变成了 现实 模仿小说的 经验 不知道有没有 我稍后 有机会 想再问 启章 这一点 那 为什么会这样 发生呢 刚才 启章 也说过 族家 一定要 受 现实世界影响 下 做社族 另一方面 就是 现实 里面 可能 其他人 一般人 未看得清楚的 东西 要感受到 这些 变成 语言 这 可能 是其中一个 小说家的 曲色之一 我 可以说回自己的 小房子 后来拍成电影 是我的代表作 是 并 我 从2008年 至 2009年 用了一年半 或者 搜集 治疗的时间 包括搜集 治疗的人 需要更久 但是 写的小说 是2008年的时间 2009年 我将会在美国 演识 董 启章先生 之前 那年 我在日本 写 小说 在那时 应该在学习年代的这本 这本 那 2009年 是什么 时代 那 那年的 情况 其实 和现在 是很不同的 我们 在美国 那边 那 美国 是 第一位 黑人的 首 领导人 出现 大家都 充满了 很欠足的 气氛 还有 日本 也是 保守党 的 統治时 都在结束了 新的 比较自由化的 政权 我们 都很期待 有些 民主的 情况 出现 不过 期待 究竟 是否实现 今天 是另一个 华仔 当时 起码 我们三人 也有充满了 这些气氛 例如 日本 和中国 日中关系 目前 有少少 大家都面对 困难的 情况 不过 五年前 当时 的 日中关系 我相信 都比现在 好 很多 我自己的感觉 在我的记忆 里面 比现在 好 那时 为什么 我特意 用这些 港 日中 真正的 題材 来做小说 这是我自己 唯一的原因 是我对 那时 有兴趣 我不是想救一些人 或者 我又不想看声 一些东西 现实世界 一些东西 我没有想过 这些东西 其实 我身边 比较年纪大的前官 有很多 我的婆婆 或者 年纪大的朋友 所以 他们 告诉我 世界大战 最终的生活是如何 现在 我不写这些 可能 他们 过了身后 就 没有了 这些故事 所以 那时 我想记录下 这些东西 这是最大的原因 我想知道 当时的政治家 和做官的人 或者日本 叫做天王 除了他们做抉择的人 一般人来说 那时代是如何 为何我们要一起 迷藏在打仗的方向 这是我真想知道的事情 当时 文化上 是很成熟的时代 而且 有时候 当时 新市民 也有修养 而且 他们也懂得翻面的能力 所以 他们的经历 很多教育程度都比较高 不过 历史上 就是 刚刚 起飞的民主主义 被人压压 以及 我们 亦是 另一方面 正在策略其他国家 所以 就 做了 无所 的 犧牲了很多生命 这些黑暗的 残酷的时代 和一般斯曼的生活 是如何抗拳呢 最初 应该是开心的 为什么 变成了黑暗呢 在哪里变成黑暗呢 我就想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 我 看回那时的小说 和 拍的电影 和 有人写的小说 和 看回那些人的日期 和 报纸 雜誌 等等的资料 我想知道 这方面的事情 前后 写的那些 就是 后期写的那些 包含了 后期的价值观念 也都在立法 但这一点 又不是主要 其实 我想知道 那时的人的价值观念 那时的人的想法 那时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想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 就做了 资料搜集 我漸漸知道和明白了一件事 剛才的小說裏和啟章也說了 小說裏包含了很多東西 當時的生活裏當然也有戀愛、真詞情、美麗的音樂、文學、美術、藝術 所有的東西都在世上 所以對我來說 其實現代的我們和他們都很接近 而且他們每天都很留心、很用心地生活 這些生活都在 所以我越察覺就越對他們的生活有興趣 不過當時的人 他們也有些無知、不關心這些因素 我都漸漸發現出來的 可能和自己的生活沒有關係的事情 他們也特別不想知道 而且擺放在他們面前的資訊 他們就不會懷疑 立即送給他們 沒有什麼判斷力、沒有什麼批評力 那麼多一方面的宣傳 他們也很容易被這些宣傳騙了 即沒有主題的他們的特性 我也是感到感到 我知道了這件事之後 在香港時代的人 或者或者是家人或者為什麼我朋友 和我們的你們沒有什麼差別 把他們給予個致命 他們的生活和我們現在的生活都沒有什麼分別 不過原來他們的心裡 有一些事情是不關心 有些事情是不想知道 其實他們的思想是這樣的 我就覺得很驚訝 這些很富有的多時文化 對於多時文化的視慢來說 可能剛開始打仗的時候 情深可能是很遠的地方 或者正在發生的 與自己完全沒有關係的事情 當時的報紙、雜誌 都告訴我他們都是這樣的想法 但是後來日本的全局周圍都被控襲 和路線都被控襲 不過每天都是前頭進入自己的生活空間 地製造一些炸彈 這些事情是後來才發生的 之前那段時間 或者是對多時生活的人 來說打仗是在很遠的地方 某些人剛剛在做的事情 他們知道這些想法的時候 我覺得很震驚 我當然不可以批評那些人 這些想法 因為一開始打仗之後 所有的資訊都在控制之下 還有一般人 令到一般人沒有那麼容易看到 聽不到的 不讓他們看 不讓他們聽的時候 我經過寫小房子這本書 我的意思是不直接批評他們的想法 不過我想透過寫這本書的時候 我相信是做得到的 那我覺得 不好意思 在我的小說裡面 主角是小學畢業 畢業後 就出來東京 就被人請了 有個家庭做了女傭 幫助他們做家務這些人 他們做了老人家之後 寫這個手記 那時候的女性 就不可以上班 沒有什麼 而且他們剛才是小畢業 而且他們也沒有選舉的權利 我對這些人物 就是小學畢業 也沒有讀過書 這些人 我沒有打算批評他們 不能這樣做 這些想法 這些不是小說家要做的事情 而到了現在 之前 我們在戰敗之後 已經是69年 即是差不多70年代 剛剛開始戰爭理數 可能是80年前的事 不過 那時候 歷史中的 那時候的時代 我就當是歷史 知道那時候的時代 不過 我們 不在這些歷史上 沒有什麼 學到回來的話 我覺得 那是不應該發生的 問學 和言實世界 那 我說得太多 有關自己的小說 現在 要回到這 問學 和言實世界 這個主題 我其實經過寫小說 這件事 就學到很多東西 我還是當是過去的事情 這樣說 我當然有些感覺 他們也挺相似我們 而且 我始終都是曾經之前的事情 這樣說 不過 很可惜 就是 現在的時代的氣氛 越來越和小房子 這些時代的氣氛相似 對這些事情 我就抱著很大的危機感 因為 這本書 是剛剛2010年出版了 不過 到了2014年 今至今日 我覺得 更加 和現在的氣氛 相似了很多 所以 我也有少許 感覺 現實 是模仿 虛構的恐怖性 我 其實 現在 也有這種感覺 最恐怖的是 現實 裡面的日本人 對社會的不關心 即是他們不關心社會發生什麼事 最恐怖的是 請各位 不要誤會 日本所有人 都很好的人 其實也不是這樣 也不是這樣 但是 太多人 都沒有想過 究竟發生什麼事 沒有想過 這件事 或是消防治的時代 也只是這樣 而且 前後的日本 已經是民主國家 所以 掌握主權 應該是國民 所以 我們做了 政局的 抉擇之後 應該都 國家的方向 都不會去到 有些錯的方向 也不是很多人 一聽到打仗 我很想打仗 應該沒有這種人 其實80年前 也是這樣的 剛剛開始打仗 不是每個人都說 很喜歡去打 一定要去打 是這樣的想法 或者是一些人的不關心 不想知道 那些人 是被人 趁機 慢慢被人接近 或者他們 就 舔蜜蜜 這樣說 應該不用怕 先坐著 所以 被人 前瞬 拉進來 這樣的現實 所以 我在寫這個小說 我們應該需要一個眼 兩個眼 和耳朵 聽到 應該要聽 應該要看 的東西 我也是因為寫了這個小說 有時候報紙 或者那邊都有機會寫東西 所以現在 未知道 未發覺 未想到的人 我想看聲 除了自己的生活之外 在政治 或者是世界的情況 你也要關心一下 外面一點 因為我想說這些東西 就寫一些短片 和圈籃 那樣的 所以 我有機會的話 或者佐藤妹 有機會的話 就有機會的話 就是小房子 以及現在的生活 這些關係 有時候也會說一下 這些機會 越來越多 因為我相信 越來越多人 有些危機感 和我差不多 所以他們邀請我過去 不如說說話 那我就 去了那邊 又說話 那我也有一點安慰 現在還有這麼多人 跟我一樣想法 不過 究竟這是不是小說家的工作 裏面 其實小說家的本頁 是要寫小說 那我寫對市隊的危機感 提升這些東西 那這些應該 我不是身為小說家 要做的事情 我是身為一個國民市民 還有可能我的工作 比較自由 有時間做這些事情 還有我也有機會 有人叫我這樣做 所以就在做這些事情 不過和平的時代 大家都沒有擔心的時代 小說家 可能也不用很認真地寫小說家 我是這樣想的 那這個是訪問的時候 或者今次來香港之後的訪問 都被人問了 請問你是透過自己的小說 是不是有一個訊息給別人聽 或者是反戰 或者是沒有去打仗 是不是這樣的 不過這些問題 就令到我很迷惑 令到我很… 其實 我沒有當過小說家 是說我有一些訊息給別人聽 或者是反戰 或者是支持打仗 小說家裡很明顯地聽到這些訊息 變成一個政治的宣傳 我覺得是這樣的 剛才啟章也提到過 那些抗戰的作家 所有的作家都要寫一個抗戰的文學 那時候我第一次聽到這些 以及我也學到這方面的現實 大家都是提到一些勢力 可能他們自願都要去做這方面 我也很明白 可能當時的時代 大家都是這樣的想法 不過日本的作家 在戰爭的時代 都經過 都要斬名這一個戰爭 都要寫一些東西 斬名這一個戰爭 如果不是 就你又沒有機會 寫俗 或者你的生命都要面對一些威脅 那是真的恐怖恐怖的事 所以暫時 你說現在的時代 還未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都寫俗 都很有自由 不過我都說過 我沒有當過抗拒 小說不是做一些政治性的訊息 的抗拒 不過裡面是沒有這些想做世界和平 沒有這些心態 我一定有 不過小說 我覺得是要有更豐富的東西 還有寫俗 和閱讀的雙方向互動的行為 而建立的小說都是這樣的 可能很多人都忘記了這件事 如果小說 不是俗家探方面 說出來自己想說的意見 其實和閱讀者 一起思考的平台 一個平台 我是這樣想的 閱讀是非常刺激的行動 不是被動的行動 是難動的行動 每一位都是用自己的想像力 不是沒有想像力 其實是書是讀不到的 看不到的 眼睛是看到文字 不過為什麼這樣寫呢 那天為什麼這樣寫呢 都一定要經過自己的思考 以及用自己的想像力 或者是書 就什麼都沒有得到的 所以經過看小說 閱讀這件事 要用自己的想像力 這些就讓我 對戰實世界生日的時候 給予一些提示 這個想法 每一位都可以做到這些事情的話 就是文學的其中一個 存在的很大的意義 我相信是這樣的 而且對讀者來說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行動 行動 我相信是這樣的 所以今天就是準備了這件事 到這裡 我就結束我的演講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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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來看 我們的最後面之後 正在有一點精彩的演出 反正 演出 如果你看到他還是說得 可以說得 非常精彩 所以我覺得 一定會是 比較沉悶 很久 對我是 在大家亦可以在发问之前 刚才说得很对,我们有很多互相认同的看法 特别是关于想象力和对于你写作的人物 作家对待的人物究竟是怎样的呢? 虽然我们经常会很简化 看到《总导小姐》的小说《小房子》 我们标榜那些信息,什么反战等等 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去解读 但如果整个小说是为了这件事而做的话 肯定不会是一个很好和很丰富 不会是一个文学作品 如果你要反战,不如写一篇文章去批判 这样更加好 所以刚才他说到想象力的一件事 例如另一位日本作家 刚才提过大江建三郎先生 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他说,其实文学当中的所谓想象力 是跟我们一般说的同情的能力 可以是同意词 文学想象力不是那种纯粹天马行空 想象的东西很精彩,很有趣 那叫做很有想象力 想象力反而是跟人有关的 就是你又不够主动地去代入其他人的处境 去体会他的感受 这种才叫做想象力 而这种想象力在日常里面 我们就会称为一种同情 当然同情不是怜悯别人的同情 而是能够同理心 或者我们叫做能够代入别人的处境 我们看小房子的时候很强烈的感觉到 中岛小姐写到当时的日本的市民 一些小人物,普通的人 对他们的内心的开心或者不开心 或者个人的私人的情感上面的各种问题 都会很能够去体会,去将它呈现出来 但是这个同情当然也不排除 看到他们的局限 所以那是很微妙和多面的人物的处理 不是一个样板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所做的事是对还是错的 他们是普通的也都有善良的一面 或者是也都有自己的情感的人 他们会喜爱或者享受生活的某些方面 但是他处于那个处境的时候 又有自己的局限或者无知的地方 而集体的也都卷入了一个可怕的处境当中 所以这些的复杂和微妙性 我觉得就是中岛精致小姐 在小说里面是处理得相当好的地方 或者我们都开放给大家提问 好吗? 无论关于哪位 无论是不是关于今天的题目 或者其他你有兴趣 跟我们讲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的 欢迎台下举手发问的 请 各位先生 今日のテーマは 失礼しました 失礼しました お二人に伺います 今日のテーマは 現実世界との関係ということでしたけれども 文学を変えていらっしゃる お二人に伺いたいんですが 現実世界 例如写的文章表達了 被人知道了就算了 簡直是想有影響力 影響到现实世界的一个改变 例如 好像董先生 有一个好好的朋友 不知道现在是什么 邓小华小姐 他真的走出来 去做一些社会活动 他写的文章表達 做一些社会運動 与身体影响 现实世界 但是想问两位 在写的文章表達 是否真的影響到现实世界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关于两位写作 不同的风格 比如董先生写的那些 其实有时候有很多理论 一些论述 有些像是大江建三郎 可能跟日本作家 有些不同的感觉 我想问两种不同的 那种感觉的文学 会不会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力 是有不同的呢 我想问一件事 我先说 影响 很简单的说 就是文学能否影响现实的呢 第二就是 不同的写法 是否不同的影响现实呢 第一就是 能否影响呢 其实这个词是很空泛的 譬如写了作品出来 有读者看了 然后受到刺激 不要说你教了他的东西 或者什么 他看了他也有一个反应 然后他因此而 产生了一些变化 对事物的看法有变化 自己人生态度有变化 诸如此类的各种变化 很广义地说 这些当然是影响了 如果你写了东西出来 是没有任何引起变化的 这种东西 当然是没有影响了 但是所谓 但可能你会追求 即是狡猾的那种东西 就是那个影响是效果 即是有一个目的 而达到那个目的 是吧 或者预先设定了一个效果 如果我写了哪一天出来 大家就会立即出来革命 即是有一个很实际的效果 或者不知革命 大家就立即加入那个党派 这些就是一个很狡猾的效果 这种我觉得绝对 不应该是文学追求要做 也都没可能的 我想 总之文学作品不是为了这样去 达到一个实际的效果 如果你会达到这个效果 其实它又变成了一个工具 所以说来说去就是 就是文学不能够是一个工具 去服务任何的外在的目的 它是很 我经常会说就是 文学是一个打开想象力 或者可能性的一样东西 就是当你觉得你的人生 无论是个人的人生 于现实世界的状况 是很没可能性的 很死局的时候 我们文学 后来带给我们打开 其实有可能 可能是怎样的 一种状态 当然这个可能性 带给任何人 可能就会不同了 又或者整个群体的所谓影响 可能都不能预测的 但是这个都不是文学所需要做的东西了 至于你说不同的 就是民体所出来的 对人所造成的冲击 或者感染是不同的 当然只必然 一定是有不同的了 我也是同意启章的说法的 怎么说呢 刚才 不好意思 带着耳机很不自然 刚才我说过一些小说的 小说或者小说文学 这些不是政治的宣传工具 不是宣传工具 所以我的目标 也不是这个方向 不过小说 是寫出来的内容 被人看完之后 都没有什么影响 或者看完之后 那个人就某些 看完之后 不好意思 再说一次 看完之后 看小说 那个人 里面都引起一些反应 如果没有引起一些反应的话 就可能写出来都没什么意思了 这些花学反应 就是看完这个文学之后 就是有些东西得到的 有些东西啟發到的 我都相信 这些东西是要在的 不过这些东西 就是逐家 有些社会性的 很直接的信息的话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 是 两位请问有没有下一条问题 是 前面这边有小姐 想问董先生 刚才钟岛小姐提到有关于 现实模仿需求的情况 你的想法或者你有没有什么观察 可以看到有这样的情况 现实模仿需求 有时其实 有些就不是真的模仿的 有些就写出来的时候 打算作的而已 谁知道突然间在真实生活里面 会遇到或者会有人说 有一个很奇怪的 就是写安卓珍妮的时候 有一个叫安卓珍妮的中篇 里面就发明了一种蜥蜴出来的 是我看一些科学的书 然后就自己作的 那些 里面关于那种蜥蜴的构造 那些学术上面 生物学上的东西 全部我自己作出来的 所以是假的 后来有些学者就去研究这一篇 他很认真去翻查一些 生物学的资料 就查到真的有种这样的生物 很相似 就引述了出来 他说就是这种东西 但是这个不是模仿 当然 这个是刚好 不知道为什么撞到正 想象的东西原来已经存在 但是所谓现实模仿 虚求 其实我想广义地说 就是我们的写作 我们的文学 慢慢累积起来的时候 真的会对现实产生某些影响 如果说是整体社会性 去模仿文学 可能就少一点见到 但是比如说 大家想想在个人的生活里面 当你看了一些喜爱的作品的时候 你慢慢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人 如果你好喜欢《红楼梦》 《林代玉》 看看一看一看 你都有一些像《林代玉》 哇 好吗 很多那种感受性 或者任何的作品 你看一看的时候 你反过来会被一个假的东西 去令到你 当然你不是说纯粹单面受影响 而它和你产生了化学作用的时候 你都产生了某种的精神 或者心灵的变化 那变化好像就是由那个假的作品那里引出来的 所以很宽松地说 你好像模仿了那样东西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简单地说 就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是吧 就是一个作者 他一定是在一个现实世界里面生存 而受到各方的东西所影响 所刺激 然后通过他自己的思维 去创造一个 虚构的东西出来 然后虚构的东西又放回出来这个世界那里 让很多人去阅读 去接触 然后这些阅读去接触的人 自然又从中 拿回一些东西出去 这样来回的发生的作用 请问台湾有没有来一条问题 黑色衫衣卫小姐 我想用日文法文的 可能跟今天的主题 没有关系 都没定的 我看了小房子的电影 其实拍整个电影的时候 电影和文学 是有少少 远足是可能有少少不同的 当然电影里面有些东西 觉得有没有妥协 或者有少少不高兴 有没有这些地方的呢 大多大难 答应が大难 是一个困难 特别是最初的 画家主持人的 非常不高兴 当初的画家主持人的 当初的画家主持人 从光年之后 因為電影和小說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的表達方法也不同 所以拜讀的資訊也很不同 所以永遠不是差不多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相信啟章和啟章先生也是這樣 小說家很愛自己的小說 很喜歡自己寫的小說 所以聽小說家去拍電影的話 畫面就變成 其實拍了這本書 是只拍了這本書 這樣幫人一頁這樣揭開 只可以拍這本書 所以小說和電影的想法 就差那麼遠 所以我有沒有失望 或者是可惜 都可以感到 不過這是當然會發生的事 反而我很高興自己的作品 可以拍整電影 我沒有見過那幾年代的人 因為我也是剛才出生的 都沒有捐過公司的人 實際上是怎樣的 不過從朗智 在我面前行來行去的時候 我都很驚喜 很開心 對 其實台下有位羅小姐 都有一條問題想我們代為發問 羅小姐想知道 兩位可不可以說一下 對對方作品的看法 和喜歡對方作品的甚麼地方 不是多過你們很多 因為我不懂日文 最多就是當時 2009年的時候 我需要再說一次嗎 我對於中島小姐的作品 看得不會比大家多很多 因為我自己也不懂日文 當然我會看多一些片段 當年2009年去到愛河華的時候 大家也要拿一些作品出來 譯成英文 讓大家互相交流 所以也看過另一個作品 這也是一個關於女卜的故事 聽說中島小姐是有一個女卜系列的 即是很擅長於寫女卜這個角色 大家可以問一下 為甚麼對女卜 是這麼有興趣 所以另外的女卜故事 也看過另一些片段 接下來能夠完全看到 小龐子這一本書 事實上我早一點看到 之前一年已經出了一個 簡體字版內地的 亦做小小的家 當時我已經看過了 所以我會覺得 中島小姐是 一方面她屬於 可以說是大眾化一些 寫法 會多些讀者容易去進入 但是並沒有因此 而會變得很顯淺 或者是很比較簡陋 事實上是在一個容易的形式下 去放置了一些很有趣 很微妙的設置 特別是小房子當中 其實不單止是那個 本身那個戰時那個故事 在後面的回憶 那個安排是很有意思的 尤其是去到最後一章 真是神來之筆 你一直看整個小說 看到那個故事好像 沒有了 那對男女就分開了 那故事本來應該差不多了 但是後來就出現了那個外生 就是那個現代的年輕人 在她的這個多喜 婆婆不在那裡之後 還有一條尾巴 原來她再去追溯一些東西 然後再發現 那個男主角 那位出征的男士 原來回來 就變成了一個漫畫家 而她的漫畫 又是有些奇怪的風格 又處理了很多恐怖黑色的題材 那一路追溯下去 你會覺得那一段語氣 風味 好像突然間變了 但那個變 跟前面造成很大的對照 而且慢慢把前面那些 埋伏了的一些東西 就逐點逐點去再揭示出來 所以通過一個巧妙的文學形式 去將這個故事 再去到更深的層次 所以這件事其實都挺難做到 相當印象的地方 非常多謝啟章先生 非常多謝 有一點點面寒 其實我跟董啟昌先生的小說 我也是第一次看 就剛才董先生也說過 大家都交流的時候 大家都寫了一些文章 在大學的網頁上 所以是美國的大學時代 是第一次接觸他的小說 第一次跟他遇到他的時候 他很文章 我知道他是很理智 而且是很文章的人 這個印象現在也是 沒有變成 在大學的網頁上 看到的作品是《地道冊》 相信大家都看過 最初給我的印象 好像學術倫文一樣 有地道開始 有很多地方 在香港內 有很多地方 原來我去到這裏 去哪裏 那我開頭說 蛤? 這樣看 開頭我也是很留心去看 我第一次看的故事 我第一次看的故事 原來也知道 香港真的有這條街的名字 那條街和那條街的交界 是慢慢的開始 是慢慢的開始 不過 可能 中文的意思是 那個Ice House Street 是雪藏街 來的 真的 那是製造雪的觀眾 這樣說 那製造雪 即是雪糕 聽到這裏 我覺得很驚訝 一開始 我說了 我們俗家的觀眾 有少許說謊的觀眾 所以我到這裏 下廣的謊話 這裏 我便問 這位啟章先生 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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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文靜 原來是說謊話 這麼厲害 這樣看上去 但這裏 這本書裡的故事 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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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我很喜歡看 而且 很開心 看上去 看上去 其他小說 我也想幫他出版 而且 很幸運 我都學過中文 所以我懂得大少許中文 不過 啟章先生的作品 很多都是很大族 很長的 所以 很多作品 都暫時未能看 未得一輩 不過最近的小說 叫做未得 這本書 我也是很欣賞的作品 董啟章先生的作品 留我一個很深刻的地方 剛才也說過 董先生本身是很理智的 而且他是很喜歡 很擅長想法的人 越來越看 也有這種感覺 不過 其中 跟董啟章先生 都擅長了一些很幽默的一面 所以 我就知道 他對幽默那邊的縮局 都是相當不錯的 令到我很喜歡 這個感覺 我寫小說的時候 也是 一定要保留的 要堅持的態度 所以 董啟的作品 是 很豐富 是哲學色彩的作品 不過 其中 都有一些 有默感 或者 有些 有疲憊的精神 這裏 真是很難得的地方 是的 還有另一本書 因為剛剛收到 我還沒看的 但大家應該都提一下 就是 《中道小姐》的第二本 譯成中文的作品 就是一本兒童書 寫一個兒童青少人的題材 不是那麼沉重的 這個書名 大家聽到 都會很開心 叫做 一定會很開心 所以一定要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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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谢谢大家